最近消息馬上就要來關心的是 復衛箱內銷餐的這種棉子油的部分 也讓廠商今天帶著百香香油 說是要來辦退貨 立刻聯繫給記者高家府衛大報導 好 主播 芝麻油大廠復衛箱 在昨天坦承24項內銷的油品 都混入了棉子油 果然引起了客戶的恐慌 今天一大早就有麵粉廠敢來退貨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我們是麵粉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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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時候客戶需要的話 我們就會說一箱一箱這樣送 如果出問題的話我就不知道 訂了多久 你們用他們的產品多久 我不知道 不要問我 這次是帶了多少量過來的 不知道 他們也聽到麵粉廠對於這個油品的品質 真的是非常的擔心 尤其復衛箱混入棉子油的比例 甚至超過了大桶長機的油品 因此他們也認為這個油品現在恐怕也無法銷售 今天上午就開著兩車一百多箱趕來退貨 副衛箱也表示 目前只要客戶拿油品來退 他們都會 都會一一的退給他們 另外根據日前 副衛箱也表示 他們已經將全商品都送驗了 而這塊今天化驗結果 在今天就會公佈 而稍後如果有最新的檢驗結果 報告出爐 我們將持續為您掌握 以上就現場這件事情 先把時間還給棚內 好 謝謝家府連線報道 我們可以看到 廠商是趁著一大早就已經載著百香的香油 說是要來推貨